更多资源请登陆日语狂听 更多资源请登陆日语狂听 上一回我们讲到了蓝玉的覆灭 这个蓝玉在功成名就之后出了很多的昏招 结果这些昏招就造成了它疲早的毁灭 可以说总的来看这个蓝玉是个粗人 所谓的粗人不是指他没有文化或者是行为粗鲁 而是指他的行为欠考虑 为人处事不通情不达理 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 其实啊这个蓝玉的性格一向就是这样 就算不在这件事上犯错误 那迟早他也会在别的事情上捅娄子 这就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吧 而关键问题在于蓝玉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 在很大程度上 他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 而碰巧了 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蓝玉啊 很快就犯了新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朱元璋考虑到蓝玉的功劳 破例封给他一个太子太父的官衔 前面咱们提到了 这是一个从医品的官职 一般的官员呀 连做梦都得不到 可以说蓝玉已经是位极人臣了 可是这蓝玉呢 就跟吃错了药似的 居然当着很多人的面就大声的说 以我的功劳难道不能给个太师吗 这就不是要求进步了 而是嫌自己活的时间太长 朱元璋啊 再也不能容忍他了 如果他还能容忍 他就不是朱元璋了 他再一次亮出了屠刀 要说明的是 在历史上蓝玉被杀的原因呢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据这个明通见记载 蓝玉被杀和燕王朱棣 有着莫大的关系 朱棣是谁呀 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这个朱棣的行事方法和手段 都很接近朱元璋 所以很多人呢 都说他最像朱元璋 此人后来的故事 大家也应该有所了解 这里呢 咱们就先不说他 等到后边再有专题来介绍 蓝玉是长玉春的内地 而长玉春的女儿 又是太子朱镖的妃子 所以蓝玉和太子的关系 是非常之好 在出征哈纳初回来之后 这位蓝玉老兄呢 找到了太子 跟太子说 燕王啊 可不是一般人 迟早是要造反的 我找人忘过他的气 有天子气象 你一定要小心 蓝玉这个人可以算是够朋友吧 把这些话对太子讲了 只是希望太子小心 但是他忘了一句成语啊 这个书不见亲呢 你蓝玉最多不过是个外戚 怎么能够和亲兄弟相比呢 这个太子 后来在无意的闲聊当中 把蓝玉对他说的话 透露给了燕王朱棣 当然也不是诚心的给蓝玉打小报告 而是无意当中说出去的 但是说者无信 听者有意啊 这个朱棣就狠狠的告了蓝玉一状 朱元璋在朱棣的挑拨之下 才对蓝玉动了杀手 当然了 这只是一种说法 那么在我看来 蓝玉被杀的主要原因 应该还是他的骄纵步伐 无论如何 朱元璋也不允许有这么一个 无法无天的手下 在他面前这么瞎折腾 既然朱元璋要动手杀蓝玉 就得先给蓝玉安上一个罪名 毕竟程序还是要走的 总不能无缘无故的 就把人拉出去砍头 可是如果要告蓝玉小偷小摸呢 应该不会有人相信 但要是告他有生活作风问题 这在当时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 也不算是一种问题 看来呀 还是谋反这个罪名好一点 标题醒目 主题鲜明 而且方便实用 一看就懂 朱元璋杀人呢 一直就是用他 在红武二十六年二月 锦衣卫指挥蒋瑜 告发蓝玉谋反 红武四大案的最后一案 蓝玉案 终于是拉开了帷幕 无数的人头即将落地 在锦衣卫告发之后 朱元璋很快就逮捕了蓝玉 并且把他下欲审礼 公正的说 这个蓝玉狂妄步伐 确实是有实据的 但是说他谋反 实在是没有真凭实据 作为一个新贵的将领 他没有身后的根基 也没有充足的准备 他又怎么敢造反呢 您别忘了 有一句古话叫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估计呀 这个蓝玉在牢里头 也是挨了不少黑棍的 因为这个本来没有 谋反打算的人 居然在牢里写出了 长篇的供词 不但说出了自己造反的企图 还供认出了企图 谋反的方式和地点 看来呀 他在监狱里 应该是出演了一次 监狱风云的主角 好了 既然蓝玉招任了 那就杀了蓝玉结案吧 嘿 不见 正如咱们前边所说 如果朱元璋真的这样做了 他也就不是朱元璋了 但凡谋反 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的吧 哎 这就是线索 朱元璋就要让 底下的人呢 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查 于是 张三李四 王二麻子 就都查出来了 哎 这锦衣未搞这一套 那是十分的有经验 具体过程 您可以参看 胡维庸案件 这最后 一共搞出来多少人呢 经查 蓝玉同党 一共是一万五千人 从这个数字来看 蓝玉平时的这个人际关系 那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蓝玉案中 蓝玉本人被灭族 被他牵连的人是数不生数 因此案被杀的一共有一个公爵 十三个侯爵 两个伯爵 各级的官员那就更多了 那些在胡维庸案中幸存下来的人 曾经心存侥幸 但是他们不会想到的是 自己也只不过是多活了十几年而已 终究没有逃过这一刀啊 这些因为蓝玉案被杀的人死了之后 也没有得到安息 他们的名字被编成了逆尘禄 我初步估计了一下 如果列出这一万五千人的名字呀 列名至少是两个字 再加上他们的字啊 一般都是三个 这加起来就是五个字了 这份逆尘禄 大概要在三万字到七万五千字左右 赶得上一份硕士论文的字数了 但是这篇论文的不同在于 文章的每一个字 都是用写写成的 蓝玉的一生 是极副戏剧性的 他的前半生 一直笼罩在名将的阴影当中 没有太多表现自己的机会 但是历史并没有亏待他 在他的后半生 让他成为了主角 建立了自己的工业 可却又在他最初风头的时候 把他拉下马来 难道这也是天意吗 当然不是 蓝玉的悲剧 并不是历史造成的 而是他性格的缺陷造成的必然结果 但值得欣慰的是 他终究不负名将之名 用赫赫的战功证明了自己 他的不朽功绩 也被记入了史册 为后人追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蓝玉似乎又是幸运的 蓝玉案把洪武年间的功臣速将 可以说是一扫而空 从洪武十三年的胡威庸开始 到现在也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该杀的杀了 不该杀的也杀了 那么朱元璋是不是应该让大家谢一谢了呢 其实朱元璋在蓝玉案中挥动屠刀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呢 大家也可以想到 杀掉一个小小的蓝玉 何至于牵连这么多人呢 而且蓝玉并不是胡威庸啊 他的同党并不很多 朱元璋却不断的把很多无辜的人 当做蓝玉的同党杀掉 这就值得我们仔细的分析了 朱元璋行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目的呢 到这儿啊 咱们的侦探又该上场了 前面说过 很多看上去互不相关的事情 其实啊 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在那枯燥的历史资料当中 往往隐藏着事实的真相 只等你前去发掘 在蓝玉案当中也是如此 答案可能就在那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当中 各位侦探 那还是开始您自己的侦查吧 在这儿啊 我呢 就说一下自己的思路 蓝玉案件发生的时间呢 是在红武26年的2月 我们以这个日期为线索 看看在这一年的前后都出现过一些什么事件 这些事件应该对蓝玉案的处理 有着深远的影响 那么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查找和分析之后 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在这儿呢 就给大家说一说 不过呢 乃是一家之言呢 您呢 可听也可不听 根据我查的资料记载 在红武25年的4月 太子朱镖并故 朱镖的儿子朱允文呢 继承了太子位 如果联系起来仔细考虑一下 朱元璋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朱镖是朱元璋的长子 但是并非敌初 他的母亲是庶母 而朱元璋却早早的把他立为太子 可见朱元璋对朱镖是相当满意的 那么朱元璋对朱镖的深厚感情 使得他在朱镖死了之后 选择了朱镖的儿子朱允文来继承皇位 这个选择应该说也是不错的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 朱允文也是个很好的继承人 但是问题在于朱允文太小了 他不像自己的父亲经过开国时期的艰苦考验 也没有那种驾驭群臣的手段 蓝玉等这一批开国的功臣 那可以说是文韬武略能谋善断 只有朱元璋能够控制得住他们 朱镖呢 作为太子行政多年也还算是有点威信 用俗话说呀 朱镖还能勉强压得住阵 但是朱允文就完全没办法了 朱元璋肯定会想 自己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让人呢 于是梁公走狗之类的就要先清理干净 这样才能保证朱允文的皇位 现代的史书对于朱元璋杀功臣的动机 也基本上持上述观点 但是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呢 我们应该通过对史料的联系分析 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才是科学的历史观 朱元璋杀掉了那些能干的大臣 但是他还得考虑到必须有人去保家卫国呀 而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书呆子 那是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 朱元璋啊完美的解决了这个矛盾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他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封到了各个地方 这些人历史上被称为藩王 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 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 他也想到了这几个藩王有可能会造反 于是他又创立了一套制度来制衡各个藩王的权利 那这一制度我们将在后边做详细的介绍 应该说朱元璋所制定的藩王制衡体系 那是相当的完善 但是并不完美 再仔细的人也会有疏漏 朱元璋也不例外 他的这个体系只有那么一个微小的漏洞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个微小的漏洞却是非常致命的 还有一个故事 也可以说明朱元璋杀害功臣的动机 有一次啊 朱元璋又要杀掉大批的功臣 那么这个太子朱镖呢 有点看不过眼 就劝朱元璋说 陛下杀人太多恐伤了和气 朱元璋不作声 叫人呀 找来了一根带刺的木棍 丢在了朱镖面前 让朱镖去捡 这朱镖也不是白痴啊 他看见这棍子上有刺儿 当然就不动手了 于是朱元璋冷冷的看着朱镖说 我杀人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根木棍上的刺 我杀的这些可都是危险人物 这件事情很清楚的说明了朱元璋的动机 但是这个故事还有下半部分 从这一部分里 我们能够理解朱镖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朱镖身为太子 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皇帝的尊容 但他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我们呢 有必要也来介绍一下他 那么我们刚才说 这个朱元璋要让太子捡地上带刺的木棍 并且教育他说 自己杀功臣是为了替他清除这些危险的人物 然而出乎朱元璋预料的是 他的口气啊 不但没有吓倒太子朱镖 这个平时说话轻声细语的儿子 居然敢在他面前反驳 而且这个话呀 说的十分的难听 朱镖以同样冷淡的口气 对朱元璋说 皇帝是姚舜一样贤德的君主 大臣才会是拥护姚舜的臣民 这句话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 他隐含的意思就是 有什么样的皇帝 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 你自己不贤明 那怎么能怪大臣呢 俗话说上梁不正比梁歪 朱元璋被惊呆了 这个老是芭蕉的儿子居然敢挖苦自己 他是勃然大怒 拿出了当年打天下的气势 随手抄起一件武器 什么呀 坐椅 朝着太子就拽过去了 朱镖当然身手敏捷 躲了过去 这椅子没有砸着朱镖 但是朱元璋的这一板砖 还是让他吓得不轻 回去以后就得了一场重病 那么从这个故事里 我们可以看出 朱镖确实是一个仁慈的君主 而且他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 属于外柔内刚的这种性格 朱元璋啊 可以说是一生看人都很有一套 他选择的这个继承人 那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从朱镖的话里可以看出 他有着卓越的见识 那一句皇帝是姚舜一样 贤德的君主 大臣才会是拥护姚舜的臣民 实在是很有见地 如果后来的崇祯皇帝 能够懂得这一点的话 他的天下可能不会丢得那么快 更不会发出大臣皆可杀的感叹了吧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朱镖都是理想的继承人 他自幼跟随朱元璋 千功待人 和大臣们都有着良好的关系 见识过血雨腥风而触遍不惊 有着丰富的处理政事的经验 朱元璋啊 对太子朱镖也是非常的重视 他在洪武十年 也就是公元1377年 已经将很多的政事交给朱镖去处理 并且告诉了朱镖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诀 那就是人名秦段 把全部的希望啊 可以说都寄托在朱镖的身上了 当时的朱元璋最信任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马皇后 另一个那就是太子朱镖 然而上天似乎是要故意惩罚朱元璋 朱镖比朱元璋更早去世 落得个白发人纵黑发人 这个噩耗彻底摧垮了朱元璋 他不顾大臣们的劝阻 将皇位传给了年纪尚小的朱允文 也就是朱镖的儿子 这也可以看出朱元璋 对他自己这个儿子的感情是深厚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朱镖确实是实至名归的继承人 然而在另外的某些史料当中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